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看前进关键码 那谢知分析师明天就会回来 好台股今天开低走高 也应验了我昨天告诉你的 来我们先看昨天我怎么讲 好这是大盘 这是台积电 好大盘在上个礼拜 是出现卖出信号走空 然后下来我说16202 守不住一定守不住 为什么今年7月31号高点 好你看到17463这边出现卖出信号 我每次都要提醒你 卖出信号就是要卖 买进信号就是要买 有时候买进跟卖出可能 没什么利润可能也会赔掉手续费 可是你只要逮住一波大破断 有时候你逮到一波大破断 或是逮到一档股票的一波大破断 就像2382的广达 它从80几块涨到200多块 从没有出现卖出信号 涨200块钱没有出现卖出信号 所以为什么我再提醒各位 我这样讲 在教各位 你看到没有 不是我不会损失 你看我的电视 你不想学东西也不会是我的损失 任何股票都是一样的 股票市场很简单 你如果出现我们所谓 叫转折的时候 大部分的人看得懂 大部分人都要卖 你去买你会赚到便宜 所以我常常 你看我们电视的标题里面有一个 我只想赚80个person 换错 换错哦 散户换错的钱 我不会去跟20个person 很会做股票的人 真股票 股票市场在这个市场上 虽然市场上功能 我是很在操作股票的 我们叫老先干的 可是市场上比我更厉害的还很多 但是一定不是投过老师 因为我只做一档股票 做一档股票你才知道它的功利 买四档股票 你也会啊 你买三十档买五十档你也会啊 对不对 好 拿起来讲大家都会啊 但是一档股票谁敢 而且 一档股票不是每天买一档啊 有的我是一个小时买一档啊 我是一买一档 一档结束了再买下一档 那可能这两档会有 我们叫重叠 因为 譬如说我今天买了 这档可能还没卖完嘛 那时候就可能有两档股票 就是一档在卖一档正在接 一档慢慢出 一档慢慢接 就这样子 从九月到现在 九月一档 没什么赚钱嘛 这个月也一档 也没怎么赚钱嘛 这个月的第二档 也没怎么赚钱嘛 然后呢 然后一定 三档一档一个档嘛 什么叫三档一个档一个档嘛 来我们看这里 我都在告诉你嘛 三档一个档一个档嘛 一个档嘛 对不对 如果有到庙里面 看人家在练经 档档档档档档 三次就一次档嘛 一次 一次 你买了股票 我说股票叫买卖 一定要把你心里的那个 我们叫那种不舍啊 什么叫不舍 有人很执着嘛 你买股票目的就是买卖嘛 那有的是费赚才要卖 你费赚才要卖 你现在是小套 你不卖 可是如果下一档 假设你这档赔三个person 下一档给你二十个person 你要不要换 但是谁会告诉你 有赚二十个person 这是赚三十个person的 而且要 你 我说你如果是我的会员啊 今天 好像一两个没有联络到 其他所有人都跟你联络到了 你们心里一定知道嘛 等一下我再讲 好我们先讲这里来 好那果然 果然来今天 大盘是不是创新低 尾盘有拉上去嘛 所以今天大盘是涨 可是今天创新低啊 也就是174623以来的新低 那为什么会拉上去 这台积电嘛 台积电在这里是出现买进信号 台积电不是走空啊 是大盘走空 台积电没走空嘛 所以今天台积电没有跌啊 这台积电 说红K线 收盘是平盘啊 是不是这样子 是啊 而且来 我说最弱势的股票 其实它现在是最弱势啊 来 AI概念股这四档 世心 广达 勤诚跟伪创 这是昨天嘛 然后我告诉你 它已经 你看 它们已经不创新低了 虽然还没翻多 不创新低 广达也没有再创新低 昨天哦 好 秦城也没有创新低了 伪创也没有再创新低了 所以我们来看今天这些股票来 世心掌握着地 掌嘛 广达掌握着地 掌嘛 秦城掌握着地 掌嘛 好 伪创 掌握着地 掌嘛 好 拉回来 是不是 都没有再创新低了嘛 可是 有些股票是不对的啊 来 我们来看 这是我昨天讲的嘛 对不对 来 这是什么 这叫红海 今年最低98 今年哦 年初最低98 年初 最低98是怎样 大盘当时是14000 我昨天跟你讲 大盘 大盘16251 结果 结果 红海已经 昨天已经只剩下100 100.5 98在这里 我说这种股票不对了嘛 果然今天 今天 红海 创今年新低 是不是 红海创今年新低 那我们来看嘛 这昨天 这叫外资 这叫投信 这 98块是去年嘛 好 你看 好 是不是 外资卖超代表什么 它是今年以来 持股最少嘛 今年以来也就是 从年初一直卖 卖到持股变成最少嘛 好 这是投信 而且 而且 我说你不卖 我常常在讲 你不卖人家要卖啊 对不对 外资继续砍下来 投信继续砍下来 所以今天创了 今年以来的新低 红海跟我 没什么关系 我又不做空 我是不甘 你们的钱 其实 我不甘 你们的钱 其实我在跟我同学喊话 你只要看我的电视都知道嘛 我当分析师以来 上媒体 上电视以来 我从来没有买过红海 我只买过台积电 然后我很多同学退休 我常常讲 我在我们班上 我在我们班上人脸最好 我们班上 很多台大医科的 我们班上有八个台大医科 台大医科 台大医科代表什么 前台湾 每年只有55个台大医科 我们班上就有八个 那台北医协院啊 阳明啊 那个高一啊 那个很多 到处都是啊 所以我在我们班上 人脸为什么最好 我当分析师 你就知道我人脸最好 我才当分析师 我如果不远 我人脸不好 我就当医生了 你要医生 大概人脸都很不好 有很多人自以为是很多嘛 对不对 所以我人脸最好 是因为 只要我在班上的一天 都没有人最后一名 真的 真的 花成绩单 对不对 大家都 都不会拿到最后一名 一定是我嘛 而且我的那个最后一名 跟倒数第二名 那个还有很大的差距 就像他不想考 他也没办法第一名 随便写一写 他也没办法 他随便写答案乱写 也不会最后一名 因为我的最后一名 跟他们会说都差很多 人家是第一名 跟第二名差很多 我是最后一名 跟最后第二名差很多 所以我在班上 很有人言 所以毕业以后 很多人当医生 也有银行家 当银行大老板 像那个当副总 当银行的副总 副总是有权利 给薪水 给预算的 然后退休以后 他们都去买红海 然后我跟他讲 不要买啊 他们都说 哎呀 是 你设置那样 你敢不然要做高兵 我们都看了 好红海 好红海帝国 好 然后买红海配息 配息啊 红海现在97点3 有一天他会发现 蓝柯一闷 什么叫蓝柯一闷 哇 都配息而已 红海笨啊 好像 不要说没有 有没有而已 不过最近有一些同学 跟我忏悔 他说 十几年前就应该听 我的要买台积电了 所以我就有感的话 跟各位讲嘛 就好像我在 告诉你们 红达电一样嘛 1300的时候 也没有人相信 我说这种股票不行啊 因为我买过他 智慧型手机 哎 红达电刚出的智慧型手机 是折叠式的呢 我下次带来给各位看 我还留着 两万五千块 很贵呢 那几年 十几年前了呢 好 所以再强调一遍 你有类似像红海 什么叫红海 还是那句话嘛 你也不用查税的 你股票如果被查税的 尤其在中国 比重比较重的 对不对 你不听我的没关系啦 空气在人节嘛 空气在人节嘛 对不对 你家钱 你要放水楼 那也是你家的事啊 那下一段我讲这个嘛 什么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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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有来吗 我也告诉你 9月份的第一两个人来了 没来 那两个人 你们大家都心知证明嘛 做通信的嘛 为人造卫生不好 买这个国家会员 大概也不谅解啦 不太高兴 为什么没赚钱啊 第二党 来了吗 也没来啊 对不对 第二党 做通信啊 做 做 我们叫化学原料啊 做特殊用原料啊 股票很好 真的很好啊 它不会涨啊 这党 有来吗 还是没来 这党做半导体啊 这三党股票 我告诉你 你看它基本面 真的都很好 而且跟其他的股票比 他们的本利比都很低 可是就不会涨啊 会反尿钱啊 投资能 只要不涨 投资能 让你报三天 报一个礼拜 报两个礼拜 他就要抓狂 你知道吗 就不会涨 大家卸了 就有意义吗 没意义嘛 所以我自己也很体认 所以 来了来了来了 都没来 然后我每天 也在安置各位嘛 我说你如果不是 我的会员 当我要通知你的时候 不可能啊 你弄不到你嘛 那到底它是什么 我们等一下再讲 马上回来 欢迎收看前进关键马 我为什么今天要秀这张图 这是神仙吗 这叫神仙吗 我相信你只要认识我的人 都知道我的股票 有人会称它为妖股 可是我称它叫仙股 那为什么九月十月 这样下来到今天为止 到昨天为止 总共九月一档 换了十月换一档 好 又把它换了 再换一档 总共三档 今天换掉 今天把它换掉 那三档 我讲过很多遍嘛 我说跟各位交朋友啊 我三档股票 让各位觉得 哇这个很好啊 基本上很好啊 投信外资有在买啊 基本上很好 机器也低啊 对不对 可是在我们设定的 我们叫投资报酬率里面 我们没办法等 三个月五个月半年啊 那我们就好 换股嘛 三档股票让你加一加 我们都风险控制 大概十个person里内嘛 三档股票加一加 可是我只要换一档给你 今天都有 你们都有 只要是我的会员 都有接到电话嘛 我说有一两个 好像没接到 那我先用这个好了 这个好了 来好 我说第一档 第二档第三档都不是嘛 都打个问号 但是他真的来了啊 三个扣一个缺嘛 我三不时就跟你讲啊 三个扣一个缺 我说你如果没有打电话来 我找不到你嘛 我怎么找你 有时候少QR Code 我觉得那个意义不太大 你少QR Code资料填一填 你又不留电话 然后问 你问我登陆夜球要多久的时间 你问我海水有多重 你问我那个问题 我没办法回答你啊 有很多人真的很天真 老师登陆夜球要多久的时间 海水有多重 你问我那些问题 你不会觉得太优质了吗 对不对 所以你要打电话来 最好是打电话来 留下电话 打电话来报名也可以 那资长股票在这里 为什么 就一个投资人很可爱 老师我看你的节目看五年 看五年啊 老师你的股票 那个图都有秀出来 我五年哦 我就按照你的股票 然后做都有赚钱 那他还建议我老师 那你是不是可以 不要那么明显 他是好心啊 对不对 那所以我今天就采取这个策略吧 来 就这档股票 那明天呢 我写一个涨后跌 我为什么要写一个涨后跌呢 你假设是我的慧眼 我都有通知你嘛 好 假设你买很少的人 我已经通知你了 包括我的助理已经通知你了 你可能买很少 你明天一定希望它跌啊 对不对 因为你买了马上赚到甜头嘛 你都赚到钱了 你会恨自己 哎呦 为什么不听谢老师的 对不对 你一直还停留到 谢老师的第一档股票 九月份的第一档嘛 没有来啊 谢老师的第一档也没有来啊 谢老师的第二档也没来啊 谢老师的第三档 也就上天之以来的第三档 这都出掉了 出掉了哦 好真的来了 为什么真的来了 因为收盘了嘛 收盘了你才发现 哎呦 这两个都真的来了哦 那你买很少的人 你是不是希望他跌 那如果你买很多了 你希望他涨嘛 对不对 假设没有买的人 你希望什么 你现在也 搞不好你应该很后悔 你一定会骂那个 怎么会有人打电话 跟谢老师讲 你都把那个图都秀出来了 然后他看五年了 然后都会赚到钱 然后还 还 还很天真的 我们就要很好心 打电话去跟谢老师讲 谢老师你那个股票 不要用那么清楚 因为我都看得清楚 我就跟你说我赚钱 那我赚钱赚得很不好意思 赚得会心虚 所以我希望你就把它盖起来 不要 最好不要让他知道 那我现在就按照那个人的意思嘛 搞不好 各位 你看我电视的人都希望 我不要把股票的K线图 秀出来 对不对 对嘛 你看我这个人 我说我是个人 我秀给那个人看没有关系 可是有人就要建议我 你如果看不清楚 你就去骂那个人 没有关系 反正你也不知道他 我也不知道他 他打电话来而已 最少你明天 明天就12、25号 你希望涨还跌 我明天一定会秀出来 我希望的是什么 涨跌我都会很清楚 因为为什么 以后你会看到 这一张现在是涨跌而已 这10月25号 那股票在这里 还没收盘 收盘我会把它印在这里 然后假设10月25号涨 我就写一个涨 然后股票就在这里 然后给客观 你看他涨嘛 假设明天他跌 我会把它印出来 然后跌就是跌 然后如果大涨 我就写个大涨 然后给你看 如果小涨 我就写个小涨 然后给你看 你得很清楚 他涨几个person 应该讲说 如果超过五个person 我就像大涨 和大涨 五个person 如果五个person以内 那就是小涨或小涨 如果平盘我就写平盘 从明天开始 今年12、25号 股票会议印在上面 可是我明天拿出来的 不是他这张 我明天会拿12月 10月26号 一样跟你写涨底 因为明天还没开盘 也还没收盘 所以我讲这么多 你会觉得 就像我的投资人 我相信 我现在我的会员 大概也有少 应该我常常在讲 那个叫一半 一半很听话的 他就乖乖听我的 听我们助理的 然后去换股 然后应该有一半讲 我那一党 赔两三个person 真的是赔嘛 你叫我现在换 我赔钱 我这么换 我不愿意的 可是我的助理 一定盯着 你最少要给我换几张 你最少要给我换几张 我问你 我刚刚以上所讲的 其实我们带会员操作 我们跟会员的互动 那我问你好了 你参加其他投资老师 有这样子吗 有助理打电话叫你 你这档股票要换 要换要换 你的任何一档股票都一样 我们都出掉就出掉 一定叫你赶快把它出掉 然后叫你换你就要换 你自己要不要去做 最少我们已经跟你讲 你要换要换要换 所以我刚刚所讲的 对这档股票 我相信你没有听我助理 跟你讲的后 我赖给你的 你没有很 我们叫很严格去执行 叫纪律嘛 你没有去执行的 你希望他跌嘛 对不对 如果你真的很严格执行 我讲的 后我助理跟你讲的 你今天心情是怎样 哎呦 有感觉呢 有没有感觉 我用这一张 你心里满要明白了嘛 假设你今天听我的 你买很多的 有全部去换的 你的心情一定很舒畅 哎呀 谢老师上一刻 一个轻 那就对了吧 而且我 我从九月我就按住你 我不是没有股票啦 我讲这句话 你会觉得 哪有老师说 他不是没有股票 而且还用三档股票 跟各位 让各位来试 也就是你们操作股票逻辑 我用你们操作股票 你们看股票逻辑 给各位看嘛 因为你们也会挑这种股票 基本上 投信外资 有在买 激起眼低 买的不涨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在可 控制的震荡范围啦 小赚小赔的控制的范围 我们把它换掉 然后这档股票呢 来 这档股票呢 它的基本面 绝对比这三档股票更差 来 来了来了来了 这基本面真的来的 基本面不好 什么叫基本面不好 我们这都 你看到它你不敢买 其实应该这样讲 我说你只要认识我的 我做任何一档股票 刚开始的时候 大家都不敢买 不是 不是 大家都不敢买 为什么不敢买 老师 这个股票感受买 老师 三十几块 感受买 这个股票这么败 对 然后呢 长到四十几 感受 长到五十几 真的好吗 去那些 感受买 结果呢 犹豫 然后考虑 然后再犹豫 再考虑 看去做一百二 老师我有买呢 好 我买百里的时候 我来参加你的会儿完 我已经讲过很多遍了 那三四十块 你是我的会员 我一定盯着你 就像我 我说 你只要是我的会员 我助理有打电话给你们 叫你换 你们多少有换 因为我的助理非常强势 你敢问 其实单单 我说我们对会员的服务的方式 就是你们看电视的 永远没有办法去想说 参加投顾 这个投顾 谢明清老师 包括他的助理 你会打电话跟我的会员 讲说 你现在手上几张股票 你要把我换掉 你要把我换掉 因为我是负责人的 你不换到时候 你赔人会怪我 这个是你们绝对没办法去 说你们没办法去想象中 我原来参加 谢明清参加我们 盛控到投顾的会员的 那种感觉是这样子 有人参加以后 人家不理你了 赔钱你交的事 掌铃你没有 叫你再加钱 所以我都事先依告了 我也是讲过很多遍 我不是没有股票 前三档股票 你以为我真的 我不会做股票吗 我如果不会做股票 我敢讲一档股票吗 而且我先给各位三档 第一档九月份 不怎么样 十月份的第一档 也不怎么样 十月份的第二档 也不怎么样 全部都已经换掉 都出清了 然后换这一档 这个本来我是想 把它先来了 先来了 先真的来了 叫先股 但是不能这样写 怕到时候人家说 哎呦 这有什么怪力乱神 所以我就用个图腾 这两股票呢 明天呢 你希望它涨 还是希望它跌 只是你不是有投资人 你可能只是一个吧 希望它跌嘛 只是你是我的投资人 就我的会员 有两种 一种是希望它涨 一种是希望它跌 他想买更多啊 为什么 因为它 它希望它买的价钱很低啊 为什么 因为 现在很低哦 价钱很低哦 明年有人看到 这样 不然这样哦 二开头三开头 现在才一点点钱哦 股票才一点点钱哦 明年二开头三开头 因为它的故事 我未来会跟各位讲 最好打电话来啦 打电话笑我最好 或者你手上忙QRQ吧 每天同一个时间再会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不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请供参考 投资人以独立判断 先胜评估 另次负投资风险